我们甭管这个是不是叫DTC的品牌 但是DTC背后所代表的东西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DTC赋予了现在这些新一代的品牌 不再是由所谓的传统 去由渠道去定义 而是能有机会变成说 由消费者去定义一个品牌 你好 欢迎收听Markas旗下的播客节目 《全站无暗》 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李马克 《全站无暗》是一档观察品牌 和市场营销的播客节目 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用户 我们推荐你在苹果Podcast订阅收听 我们的节目也会同步更新在 Spotify 喜马拉雅 网易音乐 等国内外主流音频平台 另外也欢迎您关注 《全站无暗》或者Markas的微博 非常期待与你的交流互动 这一期节目我们主要会讨论一个主题 那就是疫情在全球的蔓延 对消费品牌的影响 相比传统品牌 新兴的D2C品牌 面临怎样的生存挑战 以及有没有一些有效的品牌实践 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一位嘉宾 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和探讨 他对于这个主题的观察和思考 他就是品牌星球的创始人 Brian 你好Brian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你好马克 我是品牌星球的创始人Brian 很高兴来到全站无暗 好那正式进入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之前 那Brian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和品牌星球吧 我研究生是念那个营销的 所以后来工作之后就很自然进入广告公司了 然后在广告公司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就去创立了一个行业的媒体 然后主要是关于营销广告领域的一些动态这样子 然后在做工程当中就工作了 做了那个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 然后我就在思考说 那自己觉得说在关于这个品牌的东西还是有非常感兴趣的 然后在日常工作当中就看到在中文里面当中 关于品牌的内容 品牌的深度的报道 其实是相当缺乏的 所以我就在想说 那我自己有没有可能去做 做出一个我自己也是欣赏 我自己也是认可的一个媒体 能够去提供好这样的深度的内容的 因为经常在日常当中 我去搜很多的 比如说关于一个品牌的深入的报道 或者说关于它的案例 就没有 或者说相对比较少吧 到今天我也觉得说 不是相当相当的足够吧 包括我觉得我们 我们依然有很多好的选题 我们自己都还没有现在把它给创作出来 这样子就因为严守的原因吧 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当时就抱着这样的 想去做出好内容的想法 所以就在2017年开始酝酿 2018年7月我们正式推出了 发布了第一篇文章 写的也是我自己喜欢的品牌 叫Everbrain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它的理念 就是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极度透明的这样一个品牌理念 而且我本身在之前我就买过它的东西 海淘过它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写这个文章 一开始其实文章更新的也不是特别多 大概每周一篇这样子 在2018年下半年 对但是我们都很围绕这个DTC 就Direct Consumers这样一个领域 我们写了非常多主要是美国 美国新兴的这些品牌 对然后所以我们也比较系统的去将 这个DTC这样一个 你说它是一个模式也好 是一个理念也好 或者说是一个创新的商业模式 对吧 或者说是这些的品牌创新的这些内容 带到了国内这样子 过去两年 我们基本上也学了非常非常多的这方面的内容吧 因为有些听众可能还并不是很熟悉 D2C品牌这个概念 那Brian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到底什么是D2C品牌 以及它和我们平常熟知的那些传统品牌 有哪些区别呢 D2C第一个 它的全称就是叫Direct Consumers 就是对吧 那最直接的理解就是直面消费者 那当然其实在美国市场 也是有另外一个叫法 也会有叫Digitory Native Vertical Brands 就是数字细分垂直品牌 那无论是DTC还是叫DMVB这样子一个叫法 那很关键一点就是说 美国出现的这些新的品牌 它大部分其实在早期都非常专注一个特定的品类 你比如说像Overboard 那个号称实际上最舒服的鞋 它其实一开始就是只有几款鞋 它不会像传统那些大的品牌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 SKU 那它会很好的去简化你的决策 那这个其实非常多的品牌也都是这样子的 那像最早做T恤刀的Dorship Club 那它可能就就是有几款产品这样子 它不会有非常非常多的 让你在选择上面会有困难 那另外一点 就是在渠道层面上来讲绝大部分的DTC的品牌 它很关键一点就是通过官网去做售卖 然后通过官网去做跟消费者的互动 当然也会依赖于像Instagram这些社交媒体的渠道 对吧 那还有一点就是 它们因为是数字原生嘛 它们是digital native 那所以它们在数据跟技术的应用是有天生的优势的 你没有传统的品牌 比如说你因为受制于线下的这些渠道 你甚至在数据都很难去做好所谓的全渠道的管理 对吧 但是因为新的这些DTC品牌 你本身就诞生于在数字 社交媒体这个渠道上面 你所有的数据都在时时可以回旋到你的总部这里 你可以看到消费者对你的反馈是如何的 那这个时候 你无论是在做产品的调整研发都会更有效率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因为像我们之前采访的品牌叫Roses 它是一个可持续环保可以水洗的一个平底鞋品牌 那他们因为首先第一个是DTC 他们可以很好很快速的去收集到消费者的反馈 通过Instagram或者说他们的官网的渠道 那他们在做产品调整的时候 因为供应链也可以很快的去根据消费者反馈去做调整 那他们可以在一周时间就把消费者反馈 然后应用到他们的产品上 一周时间就可以做出新的款式 但是这个如果是在对于传统的品牌来讲 就比较难了 它肯定不可能再这么高效的去做调整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不一样的点 那另外一点就是在消费者体验层面上 我觉得新的这些品牌 无论是国外的DTC 还是国内的DTC 或者说我们称之为有些会叫新消费品牌 那很关键一点就是 他们会更重视这个消费者体验 对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 绝大部分的这些新的品牌 他们都会想方设法的去跟消费者去做更好的这个沟通 他们有遇到问题 产品有遇到问题 服务有遇到问题 他们都会很勇敢的去承认 他们会尽可能的去降低就是消费者的不信任 因为他们会认为说是跟消费者的关系应该是要紧密的 对消费者也是个真诚的 就是他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新品牌要起来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吧 就是传统很多品牌 他很多时候会依赖于一个 比如说信息不对称可能渠道的一些原因 他可能会带着有点在忽悠消费者这样这种感觉 但今天这个时代是很难的对吧 所以很多品牌就会新的这些品牌 他会想真的会我们我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消费者 当时就能感受到这个品牌真的挺有意思的 而且他会很真诚的去跟你去沟通 你会乐意去为他去背书为他去传播 所以这些品牌他们懂得怎么样去讲好这个故事 以及跟消费者这层关系是会更紧密的 当然因为他还比较早期 所以这个紧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之前也听你说你们正在写一个 关于D2C品牌发展的趋势报告 然后国外这种D2C品牌的商业生态 其实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 然后国内可能就是从前两年才开始 这个趋势慢慢地展现出来 那么就目前来看的话 国外这种成熟的D2C品牌的商业生态 他大概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呢 我们最近在写这个报告的确是 然后我们接下来也会去发布出来 那我们总结出来大概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DTC1.0 这个时间是从2005年到8010年 主要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萌芽期 那这个阶段其实也是有挺多这种 在细分里面当中 垂直里面当中有一些品牌 他们依托于电商的 早期电商的这些平台 就比如说像一开始的Shopify Shopify20就是一个品牌 去建立官网电商官网的一个SaaS 一个工具 那类似的也会有一些像可能 Adobe这样的平台去提供这样的电商软件的服务 服务商 那他们当时就挺简单的 就是建一个官网 然后有高性价比的产品卖出去 然后在细分率当中去提供给 有这方面需求的这些消费者 然后他们产品其实可能就通过 找中国的OEM工厂去做出来 然后就卖了 然后他们没有太多的这种 所谓的品牌的包装 就是更多上在卖货 对 有点像10年左右 应该是12年时候的好品牌 对 他们不会有太多的branding的东西在这上面 明白 对 然后到2.0的时候 那这个阶段其实有一个媒体的变化 就是塑胶媒体 以及人群的变化 就是迁徙再出来了 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美国的互联网的人才的溢出 以及资本会关注到 在消费领域当中有一些创新的机会 所以2010年开始像 Teverend像那个 Walby Parker Dorshire Club这样子的品牌开始出来 所以那时候 很多美国像沃顿上学院的那些NBA就开始出来了 对吧 因为像沃顿是被称之为这个 BTC品牌的黄埔军校 因为那个他们那个教授 当时看到一个学生就是Walby Parker的创始人 然后写了一个论文就讲说 为什么美国买眼镜这么贵 这么贵 对 对 对 那我就是找中国的供应链 然后放到网上卖 不就可以了吗 对 但是这群NBA的学生 他还是很懂得 这个品牌包装的 这个笔链的包装 所以他比一点力的阶段 这些品牌都会看起来更fancy 他们的这个故事会讲得更好 对 是的 对 对 所以这个阶段当中 整个生态开始逐步成熟 你包括电商的服务 营销的服务 那整个线上的媒体就是 Twitter Instagram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这些是让媒体也更成熟 广告投放也变得更便利 那物流 还有就是整个美国这个创投领域当中 也开始有相应的 从VC到PE到 像大品牌也会有孵化器 以后有自己的这种创造机构去专门去投资这些品牌 所以他们就开始成熟了 对吧 整个市场开始变得更成熟 到后来我们也能看到大品牌可以去收购这些DTC的品牌 这样也出现了一些品牌会成为独爪兽这样子 当然这中间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阶段是 就是2015到2016这个阶段当中出现了一些更稍微不一样一点的品牌 可能他们在整个的沟通 我觉得主要是在营销沟通层面上来讲会更进一步的 就是像Oboats Roses这些品牌 然后这些品牌他们又比原来的那些品牌会更进一步一点这样子 然后到了去年 这个是我们自己总结的就是到了去年很多DTC的品牌 它就到了一个天花板或者瓶领期 对吧 那因为前期的投放太过于收猛 对吧 那不赚钱商业模式会受到挑战 对吧 然后增长没有原来的那么迅猛 原来都是超过百分百的年对年的增长 但是到了2019年 他们就会面临到很大的挑战 那这个时候有些如果说整个战略做的比较好的品牌 他可能可以去做海外的扩展 可能先去英国 欧洲 到也有会进入中国市场 2019年也有些品牌进入中国市场 对吧 但总体上来讲还是有挺多品牌 有遇到一些挑战的 像Brandis 像Casper这些品牌 虽然我个人还挺看好Casper的 但的确如果从商业的前面上来讲 他们今天即使上市的股价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也还一直在亏钱 对吧 然后营销的费用一直一直还非常非常高 所以这个时候市场就会有些反思的 就是相比追求单一的规模 对吧 更可持续的发展盈利 对这些对消费品这些品牌来讲 应该是更重要的 所以到了去年2019年开始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回归理性的一个阶段 这样子 所以当然这个跟国内还是有不一样的 然后关于D2C品牌2019年之后这段时期 遇到的一些挑战 我们后面还会聊到 那刚才Brian也帮我们相对详细的梳理了一下 D2C品牌的发展的这个历程 那么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的话 Brian你觉得是哪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催生和推动了D2C品牌的发展 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我们一直在关注 一直在聚焦在研究也会分析成这个D2C 然后我们也一直在思考 这背后的一些深度的一些原因吧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第一个肯定是消费者在变化 对 那消费者的变化 同时整个社交媒体的出现 让品牌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有机会走得更近 或者说消费者跟品牌之间的关系 是可以对等的 消费者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那品牌他有 他不应该以规模论 对吧 而是他能不能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 更好的服务 所以我们认为一点是说 我们甭管这个是不是叫D2C的品牌 但是D2C背后所代表的东西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D2C赋予了 现在这些新一代的品牌 不再是由所谓的传统 去由渠道去定义 而是能有机会变成说 由消费者去定义一个品牌 对 我觉得这还挺关键的 所以总的来讲 我觉得说有几个点 第一个点是消费者的变化 新一代的消费者的出现 第二个是社交媒体 但还有一点是脱离不出来的 就是中国的供应链的成熟 对 中高端的 中国的这个中高端的供应链 就是中国可能以前 大家会觉得说是 尤其是海外 会觉得是 低端制造的 对 但今天很多美国的消费品 其实的供应链就放在中国 对 能做出真的是物美价廉的这种产品 那概括起来主要就是三点 一个是消费者群体本身的变化 第二个是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以及这个社交媒体的发展 第三个就是刚才 Brand最后提到的 中国的供应链的问题 那么提到中国供应链 确实是这样 如果抛开品牌 都按不讲的话 单从供应链和产能 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确实 中国的供应链支持了不少 国内外 D2C品牌的这种发展 对 就是你有想法 我们之前开玩笑的讲 就是说你只要有想法 那个珠三角总会给你举个方案 对 因为就还是Roses 因为我跟他们创始人 我们有专访过 我们跟他非常深入的聊过 就是他讲过他的经历 就是他当时 20 我想想应该是2013年 他就想去做 这个做一款 环保 就可需去环保 时尚的 舒服的 平底鞋 然后 他去美国去 去找了 就当时的 应该是在东北部的一个 美国东北部的一个 专门去原来的 自协的重镇 然后他们去 去找了很多 聊了很多 找了很多工厂 但其实都无法去 一开始还是想在美国生产 但是还是做不掉 对 没办法 后来他们先去了 那个福建 然后找到一些原型 后来去了那个东莞 然后很巧 对他们就花了很长时间 超过两年的时间去做这个研发 然后在东莞 慢慢慢慢的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对 然后他们说 就是 的确现在整个工人 中国的这种相对高端一点的制造的成本是高的 但是相对是高的 但是相对来讲 相对海外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而且更关键的就是能够做出我的产品 对是这样的 那目前D2C品牌在全球的消费市场生态里面 大概是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 或者说大概的市场体量是怎样的 我们没有具体算过这个占比 但是我们可以提供两个指标 就是一些数字 就是第一个是 DMarket 就是美国的一个市场研究机构 它有一个数据是 美国DTC电商的销量在2020年会达到170亿美元 那还有一个数字就是那个Shopify的 Shopify我觉得 我觉得基本上它的那个平台的销量可以等同于 我自己估设不能等同于全部 因为必然还有非常多的品牌 它是自己去自建官网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大概在三分之一这样子一个规模 也就是我们算下来Shopify 不是我们算下来说错了 口误 应该是Shopify的官方的年报 发布的数据2019年的GMV是610亿美元 那我自己判断是大概在 2000亿 1500亿到2000亿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 全球来讲 那可对比的是亚马逊全球GMV是 2019年是3300亿美元 对就是量级还是不小的 其实还是不小的 其实还是不小的 对 因为之前也看到过德勒的一份报告 他们预测到2021年的时候 全球的电商零售总额大概会达到4.9万亿美元 这样一个规模 会占到全球零售总额的17.5%左右 那么在这17.5%里面 D2C品牌的电商销售额 肯定也会占到一定的比例 目前支撑起D2C品牌 这样一个市场规模背后的消费群体 他们大概是怎样一个情况 他们有哪些特点 或者说哪类人群会比较喜爱去消费D2C品牌 人群其实挺有意思 就是之前有这样一样图 大概就是年轻一代的这些消费者 或者消费D2C的这样的消费画像 穿着Oburst的鞋 然后那个Oburst那个Legging那个瑜伽裤 然后上身衣服品牌有哪些 意思想不起来 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形象了 那传统的就会有相对应的这些 相对老牌一点的品牌 那总的来讲其实还是比较年轻的了 就是迁徙在大概20到35这样的一个年龄层 然后社会理念都是比较前瞻的 然后在外有很多都是会认可这样的环保的理念 或者可持续的理念 然后他们也会热爱生活 然后会认可生活方式的 会去做生活方式的这样的品牌 然后挺多都是那种叫Early Adopter 然后他们会去藏心 然后有好奇心的这些人 比如说做科技的互联网的 做金融的 然后做品牌 做营销 做创意的这些人 所以其实有一个数 另外一个数据也是能反映一些东西的 就是美国的DTC品牌 基本上是职重于在纽约跟硅谷 然后这里面也是出现 诞生最多品牌的 要不是纽约 要不就是硅谷 对没错 那跟国外的市场比起来 那我们国内目前DTC品牌的发展是怎样一个状况 或者说大概的品牌数量和市场规模在什么位置 国内的话其实是相对还算是比较早期的 比较像国外1516年吧 比较像 对 那比如说1516年那时候就美国DTC的品牌 新一代就出现了挺多 然后融资也挺多 比如像那个Gorset这样子的品牌 Orbos的品牌再出来 那我们今年国内市场其实也有很多 比如说做美妆 做食品饮料的品牌 开始被不只是一个小圈层 小圈子 比如说创投或者做品牌这个领域的知道 更多的消费者 跟所谓的破圈的那些更多的人也都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19年比较像 三年前左右的美国市场的这样子一个阶段 就是第一个品牌开始出来更多了 然后第二就是平台开始去重视 扶持这些新的品牌的发展 你比如说我们留意到了像 天猫也会去扶持这种新锐的 无论从美妆补饮食品 这些品牌从去年开始都有相应的政策也好 相应的服务去给到这些新的品牌 当然拼多多或者说像 天猪这些品牌也有相应的服务之章 他们都会去重视新品牌的发展 那另外一点就是从资本领域 那VC以前基本上 我们以前都会开玩笑说 以前VC是不会去看品牌的 因为觉得真的回报是太低了 所以以前在19年18年之前 其实消费或者说尤其是品牌 就资本社比较少去关注的 但是因为整个资本市场开始 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了 互联网已经饱和了 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会觉得说 开始重新关注这个消费领域了 对 但是另外一点就是也还有意思说 其实消费还是挺好的 很关键就是而且中国消费这个量级 还是在不断的去提升的 就包括在消费升级的推动下 对吧 整个市场其实是所谓的蓬勃发展的 对吧 你比如说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美妆领域当中 整个行业的增速是超过20% 就整个行业的增速 这个还是挺夸张的 所以美妆也是新品牌出现最多的一个领域了 对 所以另外一个特征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受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行业就是这个行业是指做新品牌的这些创始人 以及做投资的这些VC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知道 但从2019年1月份开始就有非常多的VC 非常多的创始人会找到我们找到找我聊 跟我聊行业的一些东西这样子 有没有一些新的品牌再出来这样子 对但是这个在2018年是比较少的 所以2019年这个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吧 我们有做一个大体商量统计就大概在国内大概在还不错的 我们觉得说大概可能会有将近1000个左右这样子 然后跟国外没有差太多 然后但可能我们有一些品牌的那个阶段可能还相对比较早期一点这样子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国内的 我自己觉得说国内的品牌的发展速度以及天花板 发展速度会比国外的品牌要更快 然后发展的潜在的这个天花板会更高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无论是我作为一个重业者 还是作为一个消费者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个地方 全站万由Marcas Media制作出品 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用户 我们推荐你在苹果Podcast订阅收听 我们的节目也会同步更新在Spotify 喜马拉雅 网与音乐等国内外主流音频平台 关于节目的更多详细信息 你也可以关注全站文案或者Marcas的微博 非常期待与你的交流互动 我们也欢迎有眼光的品牌来赞助这档播客节目 支持我们做出更多 更好 更有深度 更有长远价值的内容 联系邮件可发送至helloatmarcasmedia.com 那Brian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些D2C品牌和国外的相比 他们有哪些特点 或者说他们有哪些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不同的 第一点不同在于说中美这个或者说是中国跟国外消费市场 我们主要讲就是欧美市场 就是在消费市场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 欧美市场都很成熟 然后他们品牌有很多 各个细分领域当中也会有很细分的品牌 那中国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就是就是对对 品牌的供给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举个例子 就今天我们走进去便利店 其实主要都还是那些食品饮料巨头的提供的品牌 直到今天可能我们才能稍微看到像那个元气森林啊 像那个减氧酸辣这样的新品牌 但其实远远不够对吧 我们去日本 我们去美国上那些货架便利店货架 你能看到琳琅忙碌的品牌 对吧 非常非常多 对 所以这里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这也是我们会看好中国消费品品牌的一个崛起的机会吧 那另外的就是在渠道层面上来讲 也会有不一样 尤其是在早期 那美国品牌或者说海外的这些DC的品牌 很关键一步会依赖于这个官网 对这很有意思 对欧美的消费者 他们其实很喜欢去直接去搜搜这个品牌的名字 然后去到品牌官网去下单购买 对那国内其实大部分都比较难逃脱于这个天猫这个渠道 所以还是会用天猫洗净店去去做销售的渠道 对那当然我们有看到一些品牌它可以去通过所谓的私运就是公众号啊这样子去做用户的运营销售渠道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品牌叫官下 他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就是他销售也是在那个微信的通过邮站去去做销售 他现在还没有还没有牵猫对内容你做的不错也还挺好的对就这不是给官下打广告啊 对就我们插一句我们所有提到的品牌都没有赞助我们节目我们只是提到这个品牌 对欢迎赞助欢迎赞助 对对对对 还有一点就是在供应链端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 就是虽然很多海外的品牌也是用中国的供应链 但是毕竟我们更靠近供应链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更懂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结构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在供应链端可以做的更好 然后成本控制也控制的更好 这也是其实很多海外DTC品牌今天还没有赚钱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就是在供应链这当中的成本控制有些做的不是特别好 那另外一点就是在整个的运营层面上来讲 会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海外的DTC品牌 他们成长到一定阶段当中 其实就开始就至少在公司运营层面上来讲 就开始变得跟大公司差不多了 他们会开始变得有点臃肿了 对所以他运营层面就会变得更高 那最后一点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因为我们的所谓的数字化的这个基础设施跟国外的不一样 我们更领先可以这么讲 就是因为我们的移动支付电商社交媒体的多元化 其实都要比国外更不一样 而且有些是领先的地方的 所以我们能看到像直播啊 这些新的方式是诞生在中国的 那海外其实到今天依然还没有 就有开始在做 但其实还没有那么成熟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社交媒体的多元化 其实也当然了也会带来更大的挑战 因为美国市场欧美市场 其实你只要去做好Instagram或者Facebook 再加个YouTube其实就差不多了 但在中国就太多平台了 而且总会有一些新的平台在出现 可能比如说哪怕200年 大家会去看像B站这样的平台 去年会去看小红书这样子 所以中国其实整个的社交媒体的生态会更多元吧 然后这也是跟国外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数据说 国外的这些D2C品牌 他们很大的一笔营销费用 都花在了像Facebook啊Google啊YouTube 或者是Instagram这样的平台上 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些D2C品牌 目前他们都是怎么来获客的呢 或者说他们直白一点讲 他们都把钱花在了哪呢 其实本质上我觉得大红小异 对大红小异 大部分都花在了这个平台跟所谓的KOL上面 对吧 只是说可能在落地层面上来 稍微不一样的点 可能国外的形式会不一样 那国内现在可能会更多 有些就会更直接 比如说李佳琪啊 威亚啊 或者最近找罗永浩去做直播带货 对吧 但是其实你要给到这些 主播的费用也是相当相当高的 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现在国内的比较早期一点的新的品牌的钱 很多数都花在了KOL投放上面 对所以都是这些MCN跟平台在赚钱了 而且占比还挺高的 就是占整个的不只是所谓的营销指数啊 就占整个的成本的支出 是比例是相当高的 那这些D2C品牌 他们的盈利模式都有哪些呢 或者说他们主要都怎么赚钱呢 赚钱其实我觉得 本质上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 大部分品牌来讲 就是赚一个差价 就是你的营销是多少 你卖出去这个产品多少钱 然后扣出你的成本这样子 只是说你要去做到的地方 就看你的整个的运营的效率 就是这个运营的效率 包括你本身的公司的运营 包括你的营销的效率 能不能做到最极致这样子 对吧 你能做到最极致 让你的最有获利的空间 对吧 你比如说我用很低的成本 举例来讲 你同样的有些品牌 可能是放在上海 你的公司运营的成本是很高的 那我就能不能把这部分的成本压缩下来 那同样的 别人去依赖于投平台的广告 投KOL的广告 那我能不能在这当中 比别人在ROI就是整个的投资汇报率做得更高 或者说我甚至在做更少的投放 但是我获得更大的营收 对吧 都是在这个效率能不能做到更好 那这个时候你的利润就出来了 所以本质上 我觉得在商业模式层面上来讲 对于大部分的消费品的品牌来讲 没有太大的差别 无论是国外和国内 当然我们还是有看到 有部分领域当中是有些新的商业模式 比如说他通过订阅制的模式 那把他的产品的品类可以扩充 就比如说他不时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像有个品牌 做 KIMS 他其实是一个做解决方案的公司 他其实不是把自己定义成 我是一个户服务品 我是一个 做这种 卖产品的 对对卖产品的 其实我是解决问题的 我是解决男性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那第一我去帮你去防脱发等等的 对男性有的问题 他都可以去帮你去解决这样子 那还有比如像Harrotin 他是一个家庭健身的公司 那他你可以叫他是一个硬件公司 你可以叫他一个是家庭健身里面的Netflix 对吧 就是他是卖了一个家庭健身的设备 跑步机这样子 但是他其实后期会通过那个按月订阅的 这样方式去收这样的内容的费用 对那这个是一个相对稍微跟传统消费品 就比如说我单一的就把这个产品卖给你 我赚取一个差价会不一样 就是我会把这个服务这一端用一用方式 去售卖给消费者 那这个会不一样 那包括刚刚讲到那个HIMS 他可能还会去他已经在做就是做像心理咨询的这样一个服务 对他不会 他们还要这样的服务 对对对对就通过做这个service做服务 那包括另外一个品牌也是的 就是一个做一开始他是定义成是做电动牙刷的品牌叫QIP Q-U-I-P 对吧做一个电动牙刷 对那他还会做什么他会做牙齿的服务 牙医的服务 还做牙齿的这个保险就Dental Insurance 就是对就你可以买他的保险 对对就是变成服务了 我不单一的只做一个产品 我还提供服务 就其实是一个9月方案公司了 国内也有对像像宠物领域的他们像小配做这种宠物用品的他开始也会去做宠物医院去做你可以一个月买他的看多少钱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然后我提供这种服务 但这个其实我觉得会针对一些特定行业吧或者特定领域不是说是用所有的领域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品牌来讲可以去思考一个地方就是我是不是只能卖一个产品对吧 我能不能也能去把服务给做出来也能够把服务给做好 我觉得这个是能够给绑定消费者这个生命周期一个挺好的做法 包括我自己很喜欢的品牌像Lululemon他也会去开始去探索说去做服务 像做冥想的服务等等这样子 对 就是从以往的这个单独售卖产品到这个把服务打包成不同的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去出售 是 这样可以就是帮消费者更嵌入到他们的生活中更持久一点 是 那疫情发生之后我们也知道现在国外的疫情的蔓延越来越严重了 那Brian你觉得目前全球的这些T2C品牌 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 他们面临的最大的共性挑战是什么呢 在疫情期间 一个很直接的其实就是需求的下滑 因为现在整个的消费者你现在购买的欲望肯定是下滑的 对吧 另外一点就是你现在去买配送物流也是问题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之援峻的挑战 第二点其实是后端的东西了就是供应链的 因为因为因为啊也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家里正好有个客户 我家里是做供应链的就做布料的原材料的就做这种对对所以我们家有客户是做海外市场的 但是他们现在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的工厂供应链是没问题的已经几乎是接近百分百的恢复了 但是生产出出来的这些货其实你已经公不出去了因为物流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最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吧 对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是有线下门店的现在基本上都要关掉 而且短期内都不大会恢复 原来是很多是希望是在四月底恢复 但显然四月都无法恢复 基本上你关店超过至少两个月的时间这个还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对另外就是很多D2C品牌他们是聚焦于不同的细分领域吗 那就是这些不同领域的这些品牌他们都会遇到哪些不一样的风险和挑战 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其实是最直接的也是大家相信也能理解的 第一个是旅行领域就出行领域 旅游对 这个基本上尤其就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 所以做旅行相关的这些品牌 那不只是近期 应该讲2020年都很挑战 就包括比如说这个Airbnb他们也遇到很大的问题 对对酒店航空对吧 那相应的你像旅行箱对吧 相关的等等 所以我们最近也看到消息就是我们也写过这个品牌的品牌故事的 这个叫Away 它其实不是不叫自己是旅行商品牌 它是一个旅行生活方式品牌 但是因为也是受到这样这次疫情的影响 所以他们50%的员工现在开始休假 而且要裁员10% 就是彭博就Broomberg周五发的应该是前两天 对前两天发的数据说现在美国线下零售行业已经有超过100万人在休假 对这个影响是最大最直接的 对真的其实还是会会带来蛮大的影响 而且是连锁反应就是这个当中对中国的供应链的影响 对上上游还是挺大影响的 所以这里稍微讲一个另外一点 就是这导致什么呢 这还导致Facebook的广告的价格下降了 因为很多品牌没有预算投放 对对对对 连锁反应 对就是连锁反应 对所以旅行相关 像Away它自己官方也说 就他们过去几周 他们相包相关的产品都是下滑90%的 基本上就没有人买了 这种是相对影响是中长期 它还不是短期 就旅行相关的出行相关都是中长期的 那还有户外的也是的 户外品牌 对户外品牌也是 然后还有就是像有门店的 因为2009年其实很多品牌 就尤其是海外的品牌 对吧 就开了很多都是开了线上门店了 对对对 对那影响也很真非常大 所以像Everain也可以裁员 像我们报道过那一品牌 Sirup也一开始裁员 对所以都还蛮直接的影响的 对因为我们之前在全站完的微博上 也发过这么一条 就是把美国一些品牌 包括一些D2C品牌的 线下门店的关门通知都整理了一下 然后你会发现一些传统品牌 在文案里使用的更多的是 customer这个词 还是顾客 而一些新的消费品牌 他们使用的更多的是community这个词 在开头他们会说Dear community 然后在文章中也会多次用到这个词 那就是疫情的发生 是不是会动摇到 刚才我们提到的 就是这些D2C品牌的一个社群基础 比如说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的压力 会导致很多人开始开源节流 节省这个日常的开支 转向去购买一些价格可能更便宜 但是质量可能差不多的同类产品 但不然你觉得疫情的发生 或者疫情过后 会不会影响消费者 对于D2C品牌的态度 就是我并不用花一些更高的价格 去购买这些稍微调性高一点的东西 但是我的生活也能过去 你觉得会不会带来什么影响 你们之前发的微博的观察还挺有意思的 这也是我觉得现在D2C品牌 一个很不一样的点 就是说他们很重视这样一个community 这样社群的关系 就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以及他们目标消费者 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他们很重视这个 那我觉得疫情会给消费者 在消费上面带来影响 但是我觉得 也会让消费者去思考说 是不是一定得去花这笔支出 在购买产品的时候 的确会有这样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相对来讲 就整体上来看是短期的 那回到 对是短期的 然后回到这些对DTC的品牌的影响 我觉得因为大部分的DTC的品牌 它还不是说销量已经很大了 规模已经很大了 也就是说 其实它的整个消费的群体 就整个社群的群体 其实相对来讲 其实还是比较小的 就相对大品牌 虽然很多品牌也不小 但相对大品牌来讲 其实在上面还不算 非常非常大规模 所以我觉得整个的社群 其实会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会变得更凝固 他们之间也会变得更紧密 以及他们会在这个特殊时期 会更加支持自己喜欢的品牌 喜欢的品牌 喜欢的品牌 我们也有看到 我们应该也能观察到 也有看到 比如说这些品牌 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的 然后他们的消费者 对于这些品牌的支持 也还是非常忠诚的 这样子 也很认可他们在做的东西 也能理解他们在做的事情吧 对所以我们自己有观察到 一些品牌在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这些品牌也都在行动 也都在去 为了去对抗疫情的事情 这样子 他们也采取了很多的行动 是 另外就是咱们观察到 比如说从前些年开始 一些比较大的传统的品牌 开始逐渐去收购 这些D2C的小品牌 比如说宝洁收购了Billy 然后资深团又收购了 这个Drunk Elephant的罪项 然后包括再早一点 联合丽华收购了 刚才你也提到过的 Dollar Shave Club 然后在之前 比如说你们报道过的 Harris收购收组 没有成功相当于 然后另外也看到一些 比如说有继续融资的 也有比如说上市了的 然后当然也有刚才 咱们提到过的 像Brandless这种倒闭了的 比如说如果和国外的 这些D2C品牌 最后的这些退出机制相比的话 在疫情发生前 我们国内的品牌 有没有一些 类似的一些去向 或者是说疫情发生后 这些D2C品牌的去向 会不会发生哪些变化 是比如说坚持 自主独立运营 还是疫情过后 尽快寻求收购 还是比如说要继续这种 要冲IPO上市的这种 推出机制 我觉得在机制上面上来讲 没有太大的变换 然后但是疫情会让更多参与者 就这个参与者就会去 就这个整个的生态参与者 就包括这些品牌 包括大的品牌 要想去收购这些 新的品牌的大品牌 然后包括像资本VCPE 会去重新去思考 无论是叫DTC 还是国内的新消费的 这些品牌 对就是会让大家会更看重 就是那些能够 能够持续提供 正向现金流的那些品牌 对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 这个增长 一味去追求这个数字的 对所以我觉得 在国内市场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品牌 还是会去被并购 然后会被大品牌 因为其实中国 其实过去在消费领域当中 在品牌里面当中 其实大公司去并购新品牌 其实不是太多 没有像海外那么多 没有像尤其像海外真的非常非常多 最近像百威都 不是百威 百事对吧 接连收购了好多个品牌 对 然后就是独立上市的 那独立上市的 其实国内最近也有一些传统的 相对可能已经做了20年的这种消费品牌 开始上市的 但是那是传统一波的 就是新一代的这一波 有些一开始在筹划了 但可能这次疫情的关系 包括瑞幸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会让一些想要去海外上市的 可能会去有些顾虑的地方 但可能有些就会回到 所谓的国内的资本市场 去寻求更大的发展 以上就是本期全站晚安的所有内容 下一期我们将继续和不安来探讨 疫情时期 D2C品牌的生存话题 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用户 我们推荐你在苹果podcast 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 喜欢我们的内容 可以点击五星好评并留言给我们 我们的节目也会同步更新在 Spotify 喜马拉雅 网云音乐等国内外主流音频平台 另外也欢迎您关注全站晚安 或者Marcast的微博 非常期待与你的交流互动 全站晚由Marcast Media制作出品 也欢迎您订阅我们旗下的 其他博客节目 我是利马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但是如果您好看 请别介绍便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